在韩国清雅艺高艺术比赛的现场 学生们这个时候正在纷纷演唱着自己的歌曲 比赛结束 秦老师正准被宣布这一次获得声乐大奖得主的时候 突然外面传了一阵尖叫 一个身着演出普通比诗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家者们纷纷的震惊 转会长这个时候前去确认 女生全身是血 身上还插着一把凶器 到底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死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故事要回到四个月前的纽约 知名声乐家千瑞珍在音乐厅里面 宣开着个人独上音乐会 演出十分的成功得到了在场嘉宾的赞许 这个时候一个男人默默的走了进来 这次的音乐会由座名的财阀韩人会发起 财阀夫人也是千瑞老师的粉丝 夫人听说 再过不久 他就会和周会长举行冰棚仪式 正好奇 周会长为什么没有过来 千瑞老师想解释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起 打过来的就是周会长 现在他正在装修音乐剧场 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走过三群 千瑞老师在上楼梯的时候 不小心打破了竹台 正要摔倒的时候 一个男人把他拢住了怀里 当他转头的时候发现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前夫夏博士 两年未见 前夫依然帅气逼人 不知道是酒精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两个人余心未了 夏博士再次把千老师带回了房间 干柴被烈火 这一夜入院会发生 而周会长这边也趁着千老师不在 和那位愉快的玩耍着 然而手下这个时候去告诉他一个消息 第二天 千老师马上化好的妆 拿着行李逃远不回的离开了房间 夏博士这个时候正穿着衣服 突然一群黑衣人闯进了房间 直接把他打晕 带到了海上 就是一顿暴揍 所以帮警告他 他今天碰了不该碰的女人 直接把他的右手打断 从此以后 他不能再做医生的 把他整个人丢进了海里 不说意外 周会长也得到了手下的回信 一切妨碍他的人 都已经被他处理掉了 千老师这个时候 拿着自己的行李准备回家 出门的时候 碰到自己的女儿恩欣 面对母亲的关心 恩欣却有些许的抗拒 被画得稀巴烂 画后面还写着去死吧 他生气的找到了周会长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收到这种恐吓礼物了 他确定这一切肯定是吴以西干的 周会长说到 吴以西都已经逃亡了一年 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要么就是躲了起来 要么就是被人杀死了 吴以西的女儿露娜 也被他24小时派人监视着 唯一的女儿都没有来找 估计早已经死亡 恐吓礼物很有可能是其他人送的 千老师这些年也得罪了不少人 答应他一定会帮他找到真凶 却异常的淡定 画面转到政府办公厅 律师这个时候正在媒体面前 抗议着富人拥有多套房产 要展开房产平权的活动 而他也在母亲的帮助下 已经升级做了国会议员 西勋和西金这个时候来到了学校 同学们开始纷纷的嘲笑他们 现在周会长要和千老师订婚了 他们这一对双胞胎 也将会和恩兴成为兄弟姐妹 而露娜这个时候变成了学校的边缘人 同学们这个时候纷纷的开始欺负他 嫌弃他是杀人犯的女儿 自行母亲杀了人还逃跑了 他肯定遗传了那种杀人犯的基因 而这群财法子弟们 这个时候正在接受的深渊老师专门的指导 还有一年他们马上进入到大学 但接下来他会负责他们所有的校内的成绩 露娜妈妈逃往了一年 破一生计 他在放学之后还要过来便宜店打工 这个时候店长拿出了那张他妈妈杀人的新闻 质问他是不是杀人犯的女儿 完全没有听他的解释 直接就辞退了他 新闻媒体这个时候也不断的骚扰他 一时之间露娜变成了过街老鼠 而这一切全部被一个穿着运动鞋的人 默默地看在了眼里 秦老师这个时候回到家 发现自己的裙子海豹全部被人划烂 正生气处女的时候 那个运动鞋默默地观察着他所有的一切 秦老师已经掉看了监控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威胁他的人 和周会长闹了起来 周会长气急败坏 直接拿保姆撒气 使他没有管理好这一切 让这一切发生 保姆这个时候就恨得咬破了嘴唇 他这个时候来找弄娜的麻烦 质问他有没有见过他的妈妈 如果他发现他和他的妈妈联系 一定不会放过他 然而这个时候 一直以来的那个运动鞋的人回到了家 而那个人就是保姆 他曾经看到了自己 一直喜欢的周会长和秦老师亲密 先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做的 正在兴高采烈地扎着稻草人的时候 秦老师突然出现在二楼 他马上吓到 这个时间他怎么会在家 原来他一直觉得 这个白色的运动鞋很眼熟 质问保姆 一个小小的稻草人就想阻救他 直接打了他一巴掌 叫他滚出这个家 而保姆这个时候 却突然开始发起了疯 他留在周会长身边生活了二十年 周会长看他的眼神全部都是爱 应该离开的人是秦老师才对 他甚至可以为这个男人去死 然而眼前的这些 全部被周会长听到 直接命人把他丢了出去 周会长早就发现了保姆异常的行为 这一切都是他故意露出的破绽 就是为了抓住 一直威胁秦老师的那个人 现在所有的障碍全部解除 快活的二人组 又可以高枕无忧地 过上富豪的财阀生活了 周会长也在其他财阀的见证下 和秦老师求了婚 正准备帮他戴上戒指的时候 警察突然闯了进来 现在要以杀害他夫人秀莲的嫌疑犯的身份 将他紧急的逮捕 原来警察收到了保姆的举报 说他杀了夫人秀莲 周会长想和保姆对峙 而警察就告诉他 举报人在一个小时之前 在家里面已经服毒自杀了 而在临终的时候留下的证言 指认周会长就是杀害他夫人秀莲的真凶 周会长就觉得奇怪了 保姆绝对不会背叛他 他敢肯定这一切都是在逃犯 吴宇希陷害他的 他要开始申请验查保姆的尸体 梦青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几个人在谈话的时候 秦老师竟然在警察局看到了吴宇希 整个人开始疯狂 曾经的噩梦 这个时候竟然自己跑到了警察局自首 而且还一直生自己没有杀秀莲 现在吴希否认了罪证 而保姆又重新咬住了周会长就是真凶 秀莲的案子很有可能会重新的开始调查 律师这个时候开始出起了主意 为了掩盖这起案件 周会长把所有的罪责 全部推到了已经死去的保姆的身上 秦老师这个时候开始发着脾气 这样做吴宇希就会判定为无罪 周会长也没有办法 如果不解决保姆的案件 他自己很有可能被牵连 秦老师这个时候开始不解了 保姆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现在舆论全部对吴宇希有利 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背后有人在帮助他 而那个人又是谁呢 罗娜妈妈这个时候已经无罪释放 两年未见 他终于和自己的女儿破镜重圆 原来他一早就回到了首尔 一直悄悄地观察着露娜 露娜接到了兼职的电话 正准备来这家干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叫他过来的人就是保姆 保姆这个时候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正要行凶的时候 魏希阻止了他 和保姆打了起来 罗格尼急事出现 告诉他 露娜他会保护好 不要再出现在这 保姆眼尽事情不妙 罗格尼要对付他爱的周会长 马上服下了毒药 到此他都不会免累周会长 保姆已经死掉 罗格尼叫魏希 现在马上去警察局自首 他通过3D打印 模仿出老母的自己 写下了遗书 布置好的现场 见识周会长 露娜和妈妈已经团圆 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西勋在后面默默地看着 原来是他自己 一直误会了露娜妈妈 他感觉到很自责 周会长这边也收到了消息 露娜和他的妈妈 现在已经准备离开首尔 他们的定婚仪式 可以如期地进行 原本其老师应该开心 周会长找他亲密的时候 而他的脑中 却不断地闪现着 前夫夏博士的身影 而这一切周会长早已察觉 时间过去了3个月 两个人在订婚仪式召开 城中的无数名牛 全部来参加了这一次的盛宴 正准备切蛋糕的时候 天空突然飞来了一架直升机 于是时间 所有的婚礼现场的摆饰 全部被吹得到处都是陷入了混乱 然而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 就是千老师的前夫夏博士 他马上向大家介绍 身边的这个女人 就是他的妻子 而这个女人 眨下眼睛之后 竟然就是吴玉熙 是的 吴玉熙既然做了夏博士的妻子 那他们俩怎么会再一块呢 夏博士不是已经被丢下了公海了吗 那怎么会毁难呢 两个人和千老师 和周会长多有私仇 华丽回归的二人 又会怎么开始复仇呢 那所谓的理论 我们在下一集 再告诉大家吧 感谢这个节目 我们下集